好 觀眾朋友帶你來關心 勞動部北分屬一名無形公務員 4號選擇在辦公室親身 最主要的原因是長期遭到了霸凌 前兩天勞動部召開了記者會 同時也公布了調查報告 引發外界的撻伐 包括昨天在立法院的魏王委員會 朝野立委都把炮口對準了勞動部 實際上大家也非常的關注 整個勞動部整個霸凌事件如何 今天這個勞發署的副署長來到立法院 討整理說法幫我帶你來聽 我也是昨天從電視台得知 那我看到這樣的結果也是很難過 因為基本上我們也很希望 還原那個當時有的真相 給社會各界有一個回應 但是這樣的報告出來 顯然有一些疑點還存在 所以可能外界有一些不滿意 那這個是我覺得後續可以再加強 再改進的地方 但是在那個調查報告過程中 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其實主調查人還有調查小組 也是盡量的去還原真相 但是他有他的一些局限性 所以也看得出來大家對那個報告 還是有一些質疑 這個調查報告所得到的證據 有多少就寫多少 那調查出來應該是說他沒有對無緣有直接的霸凌 意思就是說他可能沒有對他人生的這個侵害上是直接的 但是因為他的領導風格是整個機關的氛圍 整個機關造成這樣的一個環境跟氛圍 可能有間接影響 但是我想不是因為這樣子要幫他脫罪或謝責 我覺得我們在解讀的時候是不是應該看成說 也許分署長沒有對無緣的直接 但是可能是間接有影響 但是整個報告的後段其實有提到說 事實上這個結論是有證稱他是職場霸凌 而且情節重大 我希望各位媒體去看一下情節重大 所以為什麼要 北分署長現容的部分呢 昨天是遭到確定劑兩大過 絕見免職未來也不得任聘公職人員 我們可以聽到勞法署的副署長他就強調了 有多少證據寫多少的話 他也表示說在整個調查報告裡頭 確實在最後的結論也寫到了 長期遭到職場霸凌是情節重大的部分 而昨天的勞動部長何沛山也被問到了 針對於調查報告裡頭 引發外界不滿的部分 他強調會針對這個委員會的要求 重新做成報告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